我們首先來先跟各位介紹這個單機版的 萬彩動畫大師 你在安裝的時候 稍微留意一下之前他是有中文入境問題 原則上你看這裡 他預設裝起來也沒有發現是用簡體字 那前幾個版本 如果是這樣的話有時候你的程式會打不開 所以麻煩你在這裡 你不要那麼快YESYESOK下一步下一步就走過去了 先在這邊你可以先改一下 比如說我就改成他的 NIMIT好了 有沒有他的英文的名字 就是你用不同的 不要用中文入境 比較不會有問題 那我這樣再下一步 這裡就沒關係因為那只是資料夾的名稱 就是上面這個資料夾位置的 你稍微注意一下 再來這裡 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現在WIN10之後 我們的那個開始的選單 你是不能夠自訂的 就是調整順序 他預設就強迫你知道那個字母順序嗎 所以呢現在很多 除了在桌面上幫你建圖式 也會想要把你放在工具列上面 哪裡是工具列 下面這一列叫工具列 這樣了解嗎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說 他也出現在這邊你就下面這個不要勾 就只出現在桌面上就好 OK 就是這個小地方稍微留意一下 看你要不要然後 反正我們這邊還原是還好 那這樣就可以把它安裝起來 就是剛剛講的那兩個最重要是那個 安裝的那個路徑 你試看看 到那個步驟的時候不要把它打中文 把那個簡體沾掉你可以用英文的 你也可以自己取你喜歡的都沒有關係 那麼安裝完成之後呢你這邊就按執行 確定完成 好那第一次呢他打開帶你到他官方網站上去看 目前這個軟體的部分 只有Windows版 暫時 以後他應該會推那個 那個版本 如果你之前有來參加過我們有一個 那個FocusSky簡報的 他就是同一家公司 同一家公司的 所以你會發現用他感覺起來 好像 跟用那個FocusSky很像 FocusSky很像 好這個還沒有打開沒關係我就從這邊進來 有沒有這樣子進來了 好那你可以先把它關掉 關掉一些他的教學 你可以先關掉 有沒有進來又示範本 有用過FocusSky 有沒有覺得界面很像 對不對 你就選好了 那應該我就 下課了 選好就下課啦不是嗎 因為剩下你就會改啦 好 那 一樣這個也要做一個註冊動作 所以你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 登錄 右上角 好在轉體的右上角那邊有個登錄 所以你把按一下 那這個呢他會要求你先做一個註冊 好先做一個註冊 那你沒有帳號的時候你點一下 一樣的打上你的信箱 然後兩次密碼 可是 他會寄封證證清到那邊去 你應該知道我要講什麼事情 看你啦 你要認真就認真 不認真就那個 那個關鍵字拿出來用一下 好所以如果你注射好了 那 這個 動畫軟體你才有辦法做後續的那些發佈啊 那些動作 你如果沒有註冊 雖然前半段你是可以用 可是後面 你會不會辦法 把它做發佈啊 所以還是需要做一個註冊的動作